一辈子都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再来一次可能会 但我不好意思开这二口 因为就怕人会去 哈喽爱奇艺爱聊专访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范春成 作为三级元老 你觉得自己在哪些方面的经验值 是比新成员们多的 跟大家熟悉的程度和对 梧桐的套路吧 就是比较了解一点点 会比新来的这些小伙伴们 龙哥小宝哥还有杨阳哥 比较稍微清楚一点 通过网友们对梧桐老师的鞭策 这一期有很多这种新鲜的小游戏 然后还有好笑的片段也好 或者是对这个文化的输出也好 都有一个非常全面的改变 也就是青春环游季第三季的一种大换写 很有意思 然后也觉得这一次节目是非常的用心 然后无论是从这个装扮上面也好 或者是从这个节目的内容呈现也好 这一地录制到现在 你觉得最好笑的一幕发生在什么时候 我们就是嘴一直合不拢 一直在笑 有时候剧照就是拍出来就是很难选 因为一直在笑 那个嘴是脸 所以很难挑出来几张那种正常的照片 最近你跟新成员汪苏龙合作的新歌 两位是在什么境遇下有了这次的合作 其实我们私下里是还比较还挺好的朋友 就是私下里面也会成剧的那种朋友 然后因为是最开始的一个契机是什么 也是那种晚会什么 哎呀互相加了一个微信 然后大家一块出来玩 有一天我经纪人找到他的经纪人说 其实诚诚想 但我不好意思开这个口 因为就怕人家拒绝 然后呢龙哥也非常的绅士 跟这种打哥哥的感觉 他直接就给我发 弟弟想要一个什么样类型的 就是说哥哥想要一个光丝龙版的范城镇 然后他就说OK get到 然后他就过了一周 他就把demo发给我 我就觉得我说哇 感觉确实在自己的声音里面 听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最近天气降温了 你的必备过冬四件套是什么 过冬四件套 秋衣秋裤 现在感觉是需要的 特别厚的那种霜 就是磨脸的那种电热毯 就是必须要搞一个电热毯 要不然真的没办法过冬 西装吧 留长发或者剃光头 你会想挑战哪一个 我觉得我的歌迷朋友们 比较希望我留长发 但是我就觉得剪的寸头 我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然后我可能会比较偏向于 寸头吧行 摄影小天才或摄影小天才 你更喜欢哪一个称号 摄影小天才 你更想回到十岁的时候 还是穿越到十年后 十年以后 非常想看到自己三十岁的时候 什么的一个样貌也好 或者什么性格也好 就比较好奇未来吧 最近最常用的表情包是什么 因为不太好说 就是我是你爸千变万化 然后就是一个emoji 有好多个老头的脸 有没有被身边的亲朋好友 要过圈内艺人的签名照 有 但是也不是亲朋好友 哎就没说你还提醒我 我的司机大哥 非常的爱甲林姐 就是那种特别爱甲林姐 然后就说想让我给他搞一张签名 你不说我都忘了 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尝试后 绝对不会有第二次的 跳伞 一辈子都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这不是好玩 是觉得自己再来一次可能会 接受不了 如果有个文件夹照 范城城误看 你觉得里面会是什么 范城城黑屏 就是那种不好的屏文 误看 最喜欢过的节日是什么 比较想过年 然后有一个小小的假期 近期最想实现的愿望是什么 因为拍摄完 就这次沈阳战结束以后 就要飞到海口去进足了 然后近期的愿望就是 希望一切顺利 然后能够留下一段 印象深刻的经历